刚刚吃完中午饭 等一下我们参加 一起看一部西瓜视频 中条读播的春节党大片 影片讲述了男主伊万 在阴差阳错的机缘巧合下 和母亲坐上了 开往俄罗斯的旅游列车 在六天六夜的旅途中 发生了很多故事 扔啊 扔 我动不动 我动不动 你要学会放下 只有放下 才能有暗花明 你敢不敢 有一段 天的人生 不敢 干什么 干什么 危不危险 进来进来进来 影片中也有一些 很没人必须吐槽的情节 男主被溃在车尾 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 他居然笨到没有打电话求救 而是爬上车顶 还差点掉下去 还有就是他的妈妈 居然一晚上没来找他 之前上次他和纳卡莎约会的时候 他妈妈都来车尾找他了 他妈妈 他收到我们来 他给你 他家买到 我给他 他逆 我给你 我给你 他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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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支 我逆 我逆 你 你 逆 你 逆 逆 你 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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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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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尾男主和妻子 并没有俗套的说号 若是和平分手 感觉这个结尾很真实 因为现实中 很多婚姻真的无法挽回了 虽然结局不完美 确实很暖心 看完这部影片 还是很喜欢徐征这部作品的 妈 爸你不告诉 你不给姐姐看完 有啥感悟 我就像我作为一个母亲来世 在这个角度 我想和她一样 看起来平时在这儿吵吵闹 其实这个孩子长大了 我有过去的想法 作为母亲来世 你不要在这儿 在这儿生活和自由 爸 就要给你推荐给姐姐当想 你感觉 所以这店又设计在咱里面看过 这个前世间看这个 做事干肉 我给该小师 母子牵的今天确实挺有 你看那个熊吃了以后 吃了一 written 吃以上近的时候 他妈一看挺烧气 让你熊牛也把自己吃掉 你别少害我儿子 我认为她们从他们高级线上去 在里面供下来 要报复她们 实际上这个情情 母子情确是重要的 哥哥 你感觉主妈好看吗 好看 我感觉到熟了一块 我就特别害怕她妈妈死了 看完主妈 我觉得感触很多 这是一部很适合 全家一起看的电影 让我们深度反思 作为父母 子女和夫妻之间的相处之道 我们要尊重爱人和家人 理解别人和自己 不一样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不要过多的强迫和管束别人 同时也意识到陪伴的重要性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有时间和机会的话 就多多陪陪家人和爱人 夫妻可以一起在厨房做做饭 作为儿女 放下手机 多陪陪父母聊聊天 也可以全家人一起看个电影 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增进感情 能让我们感到幸福的事情 点音乐 宣传媒 声音乐 聲音乐 大家